創意比赛近载运通 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萧川老师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台北股市连续第三天 好大涨 那当然指数呢 在川普段新高 那这种盘是呢 最近从上个礼拜四 礼拜五到今天礼拜一 它走得很急 它又走得很快 那到底这个盘 要怎么去做解读 好 这东西我待会慢慢的 从国际金融这一块 我慢慢来跟大家去做分析 好 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盘了 今天整个指数呢 又是呈现一个 跳空上涨的状况 最高涨178啦 那目前大概是涨个100多点 不过今天有个特色就是说 今天的量 没有完全让你看到 很放大的状况 因为预估到说盘 大概3200左右啦 礼拜五的时候 台北股市有爆量嘛 3700嘛 那今天上来之后呢 量能稍微萎缩 反而这是好事啦 因为没有那种 还明显那种量价失控的一个问题 可是重点是 连续三天大涨 接下来这个盘会怎么去走 好 各位我们来仔细看 其实这三天为什么台北股市大涨 大家都知道嘛 跟美股涨嘛 对不对 好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美股这次的上涨 台北股市它跟着涨 可是你仔细看 比方说以亚洲股市里面的南韩股市 它并没有跟着涨 对不对 台北股市都创新高啦 可是南韩股市今天是休市啦 它并没有像台股那么强的跟着涨 然后欧洲股市也是一样 有没有 这德国嘛 这法国股市嘛 法国股市在上个礼拜都还破季线 反而让你看到什么 奇怪怎么搞的美股这一涨 你这地方反而出现什么 好像那个头部都已经开始出来了 好 那到底这个盘要怎么做 为什么会这样 好 我们来仔细看啦 要去看这个盘 我们还是先从美股市里面来看啦 因为礼拜五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到啊 连那个比较弱的稻穷都涨起来了嘛 那科技股呢 是继续在往上攻嘛 那更不用讲废半啊 废半涨更凶 对不对 好 那这次美股会涨 有两个原因嘛 第一个原因在哪里 就是大家预期说那个 债务上限的问题 一定会过关 对不对 好 礼拜五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到 原本啊 叶伦说的美债的期限 违约的期限是在6月1号 结果呢 礼拜五的时候呢 他把它延到6月5号 这是利多啊 因为美股今天是休市嘛 那今天是20 今天29号嘛 那如果说他美股休市完之后呢 明天开始 这地方只剩两天 就快到6月1号啦 所以呢 他推到6月5号 这是一个利多嘛 对不对 那根据最新的消息了 礼拜六的时候啊 美国两党终于达成 债务上限的初步协议了 好 那这礼拜三呢 就要表决了 好 那是不用看啦 这一定会过啦 这一定会过啦 好 问题是市场都原本预期说 这个东西一定会过 对不对 那现在呢 这个利多已经让我们看到了 那是不是过了之后呢 美股就一路往上冲 好 一路往上冲 好 各位 这还有变数啦 好 我们来仔细看喔 因为现在有两个利多 这是第一个利多啦 那接下来呢 债务上限过关之后呢 接下来的股市就要面临到 国际金融的变化嘛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我们还是从国际金融慢慢去推 OK 好 仔细看喔 债务上限一定会过 这大家都预期当中啦 美国怎么可能会破产倒闭 我们不可能嘛 对不对 可是呢 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啊 美国公布了 个人消费支出PCE指数 这是联准会最重视的通膨的指数 OK 好 我们来仔细看啦 我们从图形来看就知道了 我们稍微这个地方放大 你会发现到 PCE指数它没有再继续跌 反而它出现上涨 那核心个人消费支出呢 它也是出现上涨 记得在两个礼拜之前呢 公布的CPI跟PPI其实都有降 但是降幅不是很多 对不对 但是呢 现在呢 去公布了个人消费支出之后呢 它没有跌喔 反而是出现上涨 这代表什么 这通膨不是 好像没有压下来嘛 对吧 好 那各位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联准会主席暗示说 下个月就六月了 过几天就六月了 他会暂停生息啊 可是我们一直都觉得很奇怪啊 你联准会说要暂停生息 可是你没有发现到 在这一段期间里面 差不多快一个多礼拜的时间里面 很多联准会官员出来的谈话 几乎都是偏鹰派 你们觉得很奇怪 怎么搞的 联准会说下个月不生息啊 可是呢 所有 应该说大部分 绝大部分我所看到的 几乎那些官员都是偏鹰派 那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啊 你都说不生息了嘛 对不对 可是呢 很多官员都是偏鹰派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没有跌啊 有没有 这东西没有跌嘛 所以呢 到底 六月十四号啊 我们来看啊 我们从日期里面来看 今天五月二十九嘛 我们要这两格就好了 五月二十九嘛 六月十四号 联准会会议嘛 对不对 好 那在联准会会议之前呢 这个礼拜五 有一个非农就业数据 我预计啦 这个就业数据不可能差啦 如果说这就业数据 也是没有让我们看到说 意外的下跌的话 市场一定还是会去认为 你到底六月十四号 你到底生不生息的问题 那一定会再吵嘛 对不对 所以呢 目前 针对六月份生息的 那个几率已经开始提高了 然后呢 六月十三号呢 是要公布CPI嘛 哇 如果CPI再没有跌 反而数据上涨 那就麻烦来了 所以你说六月十四号 它到底会不会继续生息 我跟你讲到目前为止 其实不能说百分百不生息 那个几率已经开始慢慢出来 所以如果我们回头来看 你就会发现到 我最近一直说 很奇怪啊 怎么搞的 那个十年期公在殖利率 它都跌不下去 那原因就出来了嘛 因为PCE它跌不下去嘛 所以十年期公在殖利率的反而是创三月中以来的新高 对不对 好 那再来呢 最近我有跟他说很奇怪 你看那美元都不跌啊 有没有 那美元继续往上涨嘛 好 那我之前有跟他讲过啦 美股到底涨还是不涨 最简单的研判方式啦 这里是美元嘛 这是高科技股嘛 对不对 只要美元偏强的话 高科技股都会跌啊 那你要高科技股这地方上涨的话 一定是说美元走弱嘛 对不对 可是这一次呢 美股在涨啊 连美元指数也在涨啊 那如果说六月中旬左右那个时间点 联准会那个升息的几率 它一路开始提高的话 我可以跟他说啦 美元也跌不下去啦 甚至于美元还有继续在创新高啊 那你现在到底美国股市 有没有机会继续在往上涨 除了我们刚才说第一个利多嘛 就是债务上限 应该会过啦 好那这礼拜看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啦 好这利多已经出现了 那第二个利多在哪里 就是NVIDIA的财报大好 有没有 所以呢 它的股价往上涨 对不对 好那现在都涨上来了嘛 是不是 两个利多都出现了 那是不是你这两个利多 市场原本预期的这两个利多 都让你看到了 那这股市就一路冲飞天吗 还是说 会不会有利多出境的问题 为什么我这样跟他讲 各位你注意看哈 台北股市在 除了美股之外 全球股市跟着美股涨就台北股市嘛 好那台北股市呢 这波会涨的原因在哪里 我那时候有跟他讲 就是跟筹码面有关啊 因为外资期货的仓位 到礼拜五啊 他都一路的买多单 买到三万三千多口 一路做多嘛 对不对 那自营商呢 他的空单呢 是一路放空嘛 所以这里看起来 好像自营商被卡空嘛 可是我有跟他讲过啊 自营商目前的这些空单啊 他几乎啊 是利用选择权去做避嫌 那你去试想啊 当两个利多全部都出来了 这些要不要获利啊 外资要不要获利 如果这个地方 外资稍微有那种获利的动作 一出来的话 我认为他说 这后面一定大震荡 这后面一定大震荡 所以呢 我近期有提醒各位嘛 当你台北股市涨起来的时候 后面接下来要注意什么 会不会爆出大量嘛 对不对 那今天量没有出来嘛 可是很难保说 因为今天晚上美股休市了 等到礼拜二美股开盘之后呢 因为正好又遇到那个 债务上限即将要过关嘛 所以我预计到这个礼拜的 后半周你可能要注意哦 会不会有那种利多出境的 那个讯号出来 什么叫讯号 就是台北股的上涨过程里面 再爆一次大量 而且这个大量照理说啦 应该是在台湾50里面 所以你要注意台湾50 如果台湾50再爆一次大量的话 那就预告的什么 差不多已经快到顶了 好这要特别注意哦 如果说这个时间点哦 那个你看到指数没有跌 今天东涨一个西涨一个 涨的股票呢 市场上的老师都有嘛 你去看嘛 最近之前那些小股票都不见了 到现在为止呢 那个大股票 你看现在涨一些大股票去拉指数嘛 结果呢那些老师呢 一堆老师九成老师 又开始大股票都有嘛 对不对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台北股市融资没有增加 很多人解读就是说 啊这里在嘎空手 我这么讲啦 融资没有增加原因在哪里 第一个可能散户会怕 因为拉很快嘛 大家会吓哦 我不要追高 我不要追高嘛 对不对 我认为第二个原因会更重 什么叫第二个原因 套一堆啦 真的是套一堆啊 很多人到现在为止呢 都只能在等解套而已啊 因为没有那么多资金的嘛 所以我就跟他讲啊 那个涨的你都有 涨的你都有 到现在为止啊 你自己看 你是不是都在等解套 对吧 好那要怎么去做 好这东西我们待会来讲 我先讲一下这个东西 NVIDIA这一次的利多 他去压过什么 美元上涨的那个利空嘛 这个利多嘛 这个利多去压过 美元上涨的利空嘛 可是我刚好说啦 你现在有两个利多啊 一个就是 债务上限的问题 已经差不多要过关了嘛 这利多已经开始要实现了 那第二个利多也看到了 他公布财报之后表现不错嘛 但是如果说我们从NVIDIA 这次的利多来看的话 其实这已经告诉我们一个答案了 什么答案就是说 AI人工智慧啊 在未来这个十年左右啊 它应该是一个人类的奇异点 什么叫做奇异点 奇异这两个字就像奇异果那两个字 所谓的奇异点就是说 某一个产品或某一个技术 它可以去改变人类 未来这十年二十年的一个生活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奇异点 这就像什么 二十年之前啊 你又想过说 每个人都有一台智慧型电脑 每天每天在那边上走路上班 哪里都看到一堆人在那边滑手机嘛 想象不到嘛 对不对 所以二十年前呢 那个苹果生产出来的这个手机啊 它就是一个人类的奇异点 那未来这个奇异点呢 应该就在人工智慧 应该是八九不离十啦 可是呢这个会改变全人类的一个生活 未来这十年二十年的生活 可是我就说你有没有发现到 这次只有美股跟台股在涨 其他都没有涨 那可见得说 这个奇异点才刚开始 才刚开始 但是呢 未来整个选股的过程里面 都应该跟人工智慧有关 可是我倒认为啊 这个时间里 你不要随便去乱追 因为这不是一个 全球面那个发展还没有完全出来 所以你先不要这边虽然乱追 我有说过 这个牌你要预防啊 不要去当最后一只老鼠 谁说最后一只老鼠 我们仔细看嘛 之前我有跟各位讲过 5月5号那时候我就跟他说 接下来会有一堆股票会跌顶板 小股票嘛 对不对 你就会发现到 我们讲完之后呢 5月5号讲了嘛 5月9号开始跌顶板出现嘛 5月10号 你说老师跌顶板很少 那时候我就跟他讲啊 什么叫一堆 最起码超过20档 5月10号 有没有 只有隔天一堆 一堆股票跌顶板 到现在为止 这些小股票都还在套嘛 对吧 你去追的都还在套嘛 好那再来 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 你要说上上个礼拜五啦 那时候我们就说 你要小心 后面会有一堆股票 会创破端低点 那指数呢 我说这地方就要预防 他会被爆量建高点 对不对 指数一直爆量嘛 就让你看到高点嘛 那今天量比较缩一点 这礼拜还是要注意哦 好我们来看嘛 今天小股票我稍微动一下啦 但是我必须跟他讲啊 你看啦 比方说神嘴 今天注意反弹了嘛 那我问你嘛 反弹你大赚吗 应该没有嘛 因为这些股票你从高点套下来 你现在都还在解套啊 是不是 你再仔细看啊 这些小股本的股票到现在为止 上个礼拜创低点嘛 今天反弹 你也还在等解套嘛 比方说这些股票也是一样啊 跌下来之后呢反弹 还在等解套 对不对 好了我们拿大一点 我们拿它今天有涨的股票了 比方说了 今天会胜涨停嘛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你之前三月份或你四月份买的 到现在为止 你也在等解套啊 没错吧 今天有人跟你讲卫生 一定有人跟你讲红达电啊 可是这些股票 从之前买来到现在为止 不就在等解套吗 对吧 那我们刚刚有说过啦 你这个礼拜你要预防说 会不会有利多出进 因为那两个利多都全部都实现了 那如果利多真的让我们看到 有那种利多出进的讯号的话 会怎么样 举个例子来说啦 你还记不记得这一天啊 先进光这一天的时候呢 它开盘没多久就涨停了 所以很多人都去追涨停嘛 跟你讲说 你看我的股票涨停版 对不对 可是呢 之后呢 就这样子啊 如果你这个地方你去追的 到今天为止也差不多 刚好平手附近而已啊 如果说这个时间点 后面真的让我们看到 利多出进的话 股价再跌下来 我会跟他讲啊 你去抢反弹 你是越套越多 所以最近为什么融资都没有增加 不要说什么散物怕啦 每次涨上来散物几乎不追 都会觉得心里怪怪的 可是这次涨了连涨三天 一个跳空大涨上来之后 结果融资没有增加 代表说 你前面套了小股票 然后呢 就算这些股票呢 稍微弹起来 很多个股 你在这地方买的 到现在为止 也还是在等解套啊 所以我就跟他说过啊 你这样子做 到最后对你没什么帮助 因为股票越套越多 对不对 股票越套越多 好那当然重点来了 很多人问说 老师我现在到底要怎么做 对吧 好我们就说过嘛 现在盘还是 那个多头的趋势让你看到啦 你说你要去放空的 我就说嘛 好如果你是从去年 十月一路空上来的 你现在没有办法去说服人家 说这里是空头 对吧 你也没有办法说服说 你的股票都是大赚 更讲不出来也拿不出抠讯啊 所以我说 现在要看你要怎么做嘛 如果说你是想要用那种投机的方式 哇这个掌握也要 那个掌握也要 九成老师都这样啊 可是那些小股票之前已经套一队了 现在要换大股票 涨了他都有 你也没钱啊 是不是你也没钱啊 所以那个方式对你有没有帮助 我不知道啦 如果你要用投机的方式 九成老师都带你 都是那个掌的都有 你就去跟着做 那如果你要稳当的方式呢 什么叫稳当的方式 就像我跟他说的啊 股市正常大 你不用富贵险中求 你可以富贵稳中求 而且这样子富贵稳中求 你不会有去当最后一只老鼠 的风险吗 怎么做 好我们来仔细看啦 小股票我也没追啦 好不要说这个买那个买 很多老师都是这样子啊 嘴巴会跟你讲说 啊我的持股不多啦 我一组为人最多无党啊 结果呢一天都买个七档八档左右 那不就是自打嘴巴吗 那一定会员组别很多嘛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啊长什么你都有 长什么你都有 所以到最后呢会让你看到说 哎奇怪 你之前涨的股票呢 奖的股票换换换换都不见了 啊你现在电视上讲的股票 你去参加之后 电视上讲的股票你都没有 那没有办法没有意义啊 所以我就说啊 怎么样让自己富贵稳中求嘛 最起码这种盘是震荡大 东涨西涨 你不用东到西到 OK好怎么做 我们来仔细看 上个礼拜二的时候啊 你看啊 这5月23号 这我们LINE X啦 10点多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有跟过 跟我们的LINE X的族群的朋友讲 或者是我们的会员 我们也是这样做啦 我说近期会涨一些航空股 所以长龙滑航是先行指标嘛 那你航空股一动上来之后呢 接下来海运股呢 他就会开始跟着轮动 所以咧 你看哦 涨小股票涨停板 有些股票涨停板 每个老师都有 然后呢每天的股票都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你是要买多少档 那我说会员怎么做 我在节目里面怎么跟你说 我也不会去乱设飞标买一堆啦 所以呢5月23号那天的时候呢 我们就去买华航 结果你会发现哦 这些股票就开始一路上来嘛 到今天为止在川普近期新高嘛 对不对 啊如果你去追这些股票的话 到现在为止 今天谈起来你只不过等几套啊 今天让你看到有些股票 真的是让你看到 从低档谈起来嘛 对不对 可是我说啊 你从前面真的一路买下来 到现在为止 你现在呢还没减套啊 是吧 可是呢我们从低档买进去的股票 这地方就上来了 你会发现到啊 这些股票都创新高啊 有没有 这些股票都创新高啊 所以呢 当有机会的时候 有低档的时候 我会叫你低接 而且我认为整个航运 航空的一类的个股啊 因为暑假也快到了 现在整个出国的人数越来越多 所以我认为这些哦 都还有机会再往上攻啊 那这些股票涨上来之后呢 我们就稳稳当当的做嘛 不用去买一堆嘛 你不好意思啊 好那再来 除了这些股票上去之后 我也跟大家讲过啊 这个盘它震荡非常大 轮动速度也那么的快 你绝对不可能说 今天涨这个你也有 那个涨那个你也有了 你自己心里也明白啦 问题是你就喜欢看那种节目啊 每天涨的都有 我说九成老师讲的都一样 每天讲的股票又都不 讲的股票呢 跟昨天讲的股票又不一样 所以你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去买嘛 所以我说 你怎么样去保护到你的资金 这是最重要的啊 机会真的机会来的时候 那个比较稳当机会来的时候 你在中压啊 总不能说在这种盘式里面 东涨西涨你去中压 结果东套西套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有些能够让你去稳稳当当的 就是一定赚得到的股票 你就这样子跟着做就好了 我举个例子来说嘛 当初我们有跟各位讲过台华投控嘛 那时候第一档 你看我抠讯都给你看哦 不是说我今天随便拿一档股票 你看我之前早就跟你讲过了 没有意义啊 如果真的讲过的话 你会拿得到抠讯出来嘛 对不对 可是这四场九成老师 每次都拿那个强势股跟你解盘 然后再一句 我之前低档就跟你说啦 没有一个拿得出抠讯 所以那时候呢 我们第一档买完之后呢 他供上去嘛 对不对 那这一档个股呢 你注意看哦 他今天股价从这边到这里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他除息啊 除五块啊 那各位你注意看哦 当初低档的时候跟你讲 涨上来之后呢 他除五块嘛 他现在位置在这里哦 我还原全息给你看 没有跌啊 没有跌啊 所以像这类型的个股呢 我们不止去赚他的价差 甚至于除五块 有这么好的股息 我们照样赚啊 所以你没有赔啊 我跟你讲哦 到今年为止 你跟我做 你没有什么赔钱的问题啊 为什么 因为前面的电子类股 我们全部都获利卖掉了嘛 对不对 好 那这段期间里面 我有跟各位讲过航运内股啊 我的买点在这个地方啊 到今天为止 你有没有发现到 今天长龙的股价是来到这里哦 它只要站上季线 差不多160左右 它是另外一波公司的开始哦 所以当时我跟大家讲说 这里是底部 这里是底部 你去买在底部参加储席 你不会吃亏啊 所以能够稳稳当当赚 你为什么不赚 到今年我没有赔钱啊 我第一档买啊 到现在为止是在这里哦 后面还赚苦息耶 甚至于我认为 价差都赚得到 所以我是建议各位哦 这个盘哦 这里边要特别注意一下 要预防利多出去 不要乱追 好不要当最后一只老鼠 好不好 稍微留意一下持股的变化啦 有需要你再打电话进来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运达投顾萧老师 富贵稳中求 50%服务到年底 50%服务到年底 民衡有限额满皆知 术博专线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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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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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萧老师 富贵稳中求 50%服务到年底 50%服务到年底 民衡有限额满皆知 术博专线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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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爸爸 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 因为我们是知道啊 我懂了 对方是干道 不管执行或转弯 都拥有优先通行权 没错 只要设有停让标志 标线或闪光红灯的 就是知道 应让干道车先行 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 或者号制呢 那就进入路口时 少限车道让多限车道先行 车道数相同 转弯车让执行车先行 两边都执行 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 好 欢迎到现场 台北股之间在创新高 不过我们刚好跟大家分析过了 接下来这个礼拜的 月到后半周的时候要注意啊 因为两大利多都已经实现了 所以你要预防说 会不会有出现那种利多出境的讯号 如果说有这个讯号 你还拼命去买的话 你到最后成为市场最后一只老鼠 自己小心一点 那我是认为了 富贵可以稳中求 我们就是稳稳荡荡的做 你今年跟我这样操作到现在为止 你自赚钱的了 你不会说东套西套 好不好 你认同我们操作方式的 富贵稳中求50% 我就服务你到年底 好不好 我们就稳稳荡荡的让你赚到年底 怀你来电咨询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国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凝湿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动乾坤 运达投顾 肖老师 富贵稳中求 50%服务到年底 50%服务到年底 民衡有限 额满皆知 舒服专线 02-2781-0909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 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 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我是气象达人彭启明 我的神随好习惯是 会把洗澡前的冷水 冲洗水 通通收集起来 可以用来冲马桶 还有拖地 一水多用 结尾用水 从你我做起 我是中央气象局 吴婉华 我的神随好习惯 是把洗漱果